所以说今天在看这些视频的时候 七哥今天可以告诉大家 咱对共产党之了解情报之掌握 那是一个爆料革命能形容的 是所有的你看希特勒 所有的习近平 所有的斯大林 一定是杀主教灭教 把自己当皇帝 最后结局 然后是副手把主手赶掉 王岐山和孟治两人 绝对哪个人都比习 智慧要高得多得多 你难道王岐山不知道副手当正手 这个故事吗 王岐山分分钟想当萨达姆 是吧 分分钟想当斯大林 但是孟建柱可不这么认为 孟建柱认为 这个我是江家的委托人 我身体 我的智慧 我的能力 我的人员 我应该当那个副手 干掉你 孟建柱听说到现在 在组织监控之内写报告 人家每天锻炼 现在说老头趴在那直接 马上就是一百个复活生 一百个复活生 你知道习能做一百个复活生吗 你们没给这个孟打交道 孟就是小哥就到我耳朵这么高 就是那个人用龌龊这个词儿已经形容它是完美了 这一弄一弄 又瘦又小 但是一吃完就解开腰带 你看我这肌肉 显着肌肉 他这个肌肉不是显给你的 是他的自信 他觉得能干掉中南坑等到这些人灭亡 所以说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政治动作 如此之残酷的时候 大家永远别忘了 习近平这场大局里边 给中国人带着灾难 和世界带着灾难里边 最重要的背后的两个人 就是当年毛泽东的康生 毛泽东的康生就是今天的孟建柱 毛泽东旁边的那个坏人周恩来 就是今天的王岐山